助力在海拔2000多公尺山上的乐山雷达站 2013年起 启用美国雷神公司制造的铺路爪长城预警雷达 为台湾提供来袭弹道飞弹 群翼飞弹和敌机的预警 且侦测范围有4000公里 10年过去美方放出消息 指出雷神技术公司已获得一份独家合约 负责更新台湾已有10年历史的监视雷达系统 以提高台湾对空威胁的侦测和应应能力 美方指出此次升级将增强系统的空中监视能力 这项努力将进一步增强空中监视任务软体的实力 这让台湾成为美国本土之外 唯一一个获得雷神技术公司铺路爪长城预警雷达的国家 随着中共不断升高台海情势 不仅台美加强军事方面合作 国防部近日也证实 去年已完成新式抗弹板研发测评 可抵御中共钢心弹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维 黄晏玲整理报道